很興奮的一個內容 主要內容的話 針對著你們所提的 不管任何一個方案 或者老百姓所提的方案 你不能說只是賈以鼎 或是要讓我們來選 毫無異議的 所以這個方案的優劣點 你必須要講清楚 每一個方案如果有到化合的話 你需要跟隨時能夠溝通 這個跟隨時能夠溝通 這個必須要有一個數據 你才能來溝通 所以剛剛張老師有提到 有關這個學習所提供的這個資料 兩個人都參考師 那都是你們必須要提出 真正有利或者有害 怎麼樣我們在呈現報告裡面 然後把這個呈現報告 你要把每個方案具體的優劣 告訴我們 然後你們建議的方案 如果用在新的夢園 那說風箏處的這個建議 你們到底怎樣去做 那有沒有其他要答案 所以我想這個 其實雖然我們也知道做的樣子 但是如果說 始終沒辦法 讓我們來做一個抉擇的話 這個包括還是沒辦法很急 我想這個很急迫 是不是 我們要再修正 然後我們再做一個抉擇 我就是談其實跟張文正委員講的一下 就是我們把這些東西 我建議把這些水利處和工研處的意見 都寫進報告裡面 然後釐清所有的單位 對這個事件應該有的責任 他反對的理由是什麼 那為什麼 像水利處直接可以批判水利處提供的 今天的簡報上面的那個數目 其實水利處框的那個紅框的位置 是在騙人的 他是引導你去思考他增加 其實不是這個樣子 做了分統以後數目是減少的 但是他告訴你跟77年底是增加 這是誰都知道的 這近20年的這個氣候變遷 所以全台灣到處都增加 可是這個增加意義在哪裡 原來是跟我們做了以後 他這個增加實際上是減少的 這問題的增結在這裡 你們不應該這樣講 好 你們自己看 不用回答 你們自己回去看 我們那個劉老師你還有 我們都念過書 就是對於這個修復在利用報告 我有兩個意見 一個是跟那個提醒 就是第一個是那個 我們除了那個報告書的審查 其實我們開過很多次諮詢會議 可是我看到只有諮詢會議的會議紀錄 只有第二次的 我建議還是要納進來 因為以後在使用這份報告書的時候 其實他可以更清楚知道 各次諮詢委員的時候提出 因為我覺得諮詢委員當時 其實有些意見其實是相當好 可是都沒有在這個布錄裡面 再一個就是剛剛其實大教 都比較針對的是A方案跟B方案 那我文有看了我還不太了解 為什麼還會有一個C方案 就在這邊有詞 因為在整個論述裡面 其實你已經有提到 與原山遺址或建坦遺址 原山遺址幾乎都去除了對不對 所以原山遺址會重結到的跌 但是為什麼獨留建坦遺址 而且我覺得古蹟修復在利用 其實有一個原則是說 它絕對不能減少文化資產的價值 可是那個悲靈的做法 完全不符合我們這個精神 我會建議西方案能不能就去掉 在這個修報告書裡面 好 以上 不好意思 因為剛剛被你答案 不過還有一個小意見 就是回到報告書 因為這整件事情其實有關鍵 就是當時候 在報告書2-34 關於35頁這個部分 我建議 因為這個牽涉到政策的決策 跟現在等於是我們在解決歷史的責任 那這件事情我覺得這兩頁裡面的內容 當時候涉及決策 因為對於其他的文章也相對非常重要 那我建議報告書 把這個部分用專節的方式 拉出來確認這件事情 剛剛幾位委員還有兩人就記錄一下 請他們再去證明 因為我想今天結果還是要投票 對 那個主席所謂修正通過還是要留一個方向 對 是怎麼看的修正通過 你這邊沒有修正通過 不是 好有不同意 只有同意 沒有同意 對 那就是同意這本報告就是三個方案都送 是這樣嗎 那我們就這樣過 可以啊 我想今天會哭同意嗎 我很懷疑 那還是要委員決定 好不好 那主席 我覺得受投研究應該提出 H3方案或者DEM方案都是可行的 不可以明顯去都有 不可行的 不可行的 不要在這個報告書裡面 對 對 所以你應該自己來講這個事情 好 好 好 那麼 這個 這三個方案基本上 是 他要執行的話 其實他都有相對的優略點 就這樣 就這樣說 就這樣 第一個 如果是在園山和行政局的話 他遇到的真正的課理 就是說 我們要通過水利單位的審查 例如說文化資產保存方式 基本上不能排除水利 也就是說 第一個方案 不是不可行 就是說他要通過水利單位的審議 就是說我們的決策要決定的話 要通過水利單位的審查 那根據過去的經驗 他還是要去執行這個審議 可是這個審議的期程可能很長 第二個方案 就是在西式公園裡面 他這個人也是可執行的 那要解決什麼問題呢 就是說 的確公園裡面有建立率的問題 可是我們也通過建管處 就是他不屬於建築物構造物 不屬於建築物 所以他不受這個建立率的控制 但是他要跟公園處原來的計畫 要做一個整合 或者是要做一個整體規劃 這樣就可以執行 第三個方案 就是說 在西式公園的方案 在西式公園的方案 也是可執行的 但是他的可執行就是說 只能執行局部的橋建構已經被禮 但是他也要執行碰到植物園 這個考古遺址的問題 所以考古遺址也可以去執行 所以說把考古遺址做的 建築物園在建築物園 也就是說 這三個方案都可以執行 只是說他碰到的課題 其一層 土外不一樣 跟那個教育的方案一樣 我當然可以再報告我們再補充 把這個做那個優劣也不一樣 所以考古遺址原則上 建築師建議這三個方案都是可行的 只是他有不同的程度跟他的困難 所以還是要委員做一個決定 因為他畢竟 過去幾年來已經不這樣 那委員如果把相關的意見給我們 我們來修正的問題 或是證明的問題 可是他提的方案是可行的 那是不是在這個審判局 你們現在只有一些收容 這個是不是同意 同意是不是能夠有一個修正過程 這沒有問題 這沒有問題 他統一是說 統一修正或同步 這沒有問題 現在委員有沒有看 因為今天這個報告 我們很常同意 但是如果各位委員的意見 還有剛剛各單位的意見 是他當作一個修正帳號 再跟你們修正 修正以後 我想是在這個 還是就讓他們公安委執行單位 所以我要建議 在這個在利用計畫裡面 他是一個 以在利用的性質來講 他是一個可行不可行的 你真正到工程上的圖說 他應該是到細部設計階段 才去做那些包包 你剛才提出來很多那個詳細的資料 所以他不可能在這個階段 一直修這個東西 空間一會比較多有的 他跟他們有的 也在祖父母 教練道台後 他又要用機械 還是給雙崖堂 我們不在地 那是 我們不在地 我們去做組合 必須的 我們來做組合 請問一下 我們要請原村區政治大學化學區的文化資產價值成價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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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文化資產法則法定時七八和九條 及一指定時廢止成法法法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陸廢止成法 及補助辦法聚肉建築履廢 登陸廢止成法及補助辦法辦 請問 政治大學化學院新出於107年5月15日公告登陸為聚肉建築履 國際政治大學不符該出份 向本埔數院為了會 一出數月 本埔於108年4月10日決定原出份撤銷後 本局一文化資產保護法界20條不暫定古今條件成績辦好 於108年4月12日進列為暫定古今 新區一文化資產保護法第17、18、19條 起動文化資產價值審議程序 二本案定奪土地為 臺北市文昌區政大段市橋段 5152、162、191號 地地圖及土地本本堂不接 本局於108年5月14日邀請委員 六叔、一英薛情、張昆正、民附國 辦理文化資產價值審議程序 馬上來轉圖特一看 看監督請委員翔布建二 一前次會看結論 本局於108年7月1日邀請 文資委員李千朗、民附國 劉淑英、張昆正、郭熊英 三天全辦理文化資產價值審議程序 第二次會看 會看結論及出席委員討論 初步認定 政治大學化能新村居於文化資產價值 本次會看委員一件後續提送本審議會參考 當天會看應紀錄其委員強述建設 本局依據聚若建築群 登陸會執程庁定序 入告常庭三角規定 於108年7月27日高開公聽會 公聽會紀錄強述建設 108年5月24日7月1日 兩次專案康復會看委員 針對登陸範圍建議重則無效 登陸範圍為台北市文山區正大段 市場段 11、15、12、119地號全區 就12地號部分 舊品村廠為聚若必要封存空間 致死極為神提化南清村之部分 因納入聚若建築區域範圍 相關補充資料 包含本府住院決定出行委員堂復健 我們不怕是產業主題書報告 我們立場復健 他認識本案的地形地極 這是62年的航照圖 這是107年的航照圖 這是現況照片 本案文化資產價值 情報報告請委員堂復健 土地所有權屬為國有土地 然後管理單位分屬為國立政治大學 及本府公務局公園路等工程管理處 本案文化資產價值分析 本案文化資產價值分析 在108年5月24日 適委員建議登入為聚若建築區域範圍 那登入範圍為 政大段四小段五十一、五十二、六十二地號 補分及一、九地號 算日七月一日的委員意見 那劃定範圍建議 五十一地號為宿舍及第一停車廠 一、九地號為宿舍及與第二停車廠 限由政治大學管理 範圍內建物、屋價、牆身結尾、網好狀態 及多臨時建築 避免屋領漏水 增加使用空間等因素、增設、鐵壁、框架 那部分建築地面 財質維持既有關牆 位於五十一地號之第一停車廠 與一、九地號之第二停車廠 除作為住戶停車空間外 意為政治大學、花南新村 與周邊建物之緩衝區 五十二地號限為御地 由本府公務局、公園入 跟工程管理處管理 會立於聚若建築群整體規劃 且作為聚若建築之開放空間 新城基地類串聯政治大學、花南新村 夾以須之空間 六十二地號及秀明路二段二十四項 為道路用地 由政治大學管理 南北項連接秀明路二段與新光路 一段六十五項 中心項為新光路一段六十五項 居所為政治大學、花南新村 主要連通道路使用 那未來管理為五建議 本岸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為中華民國 由國立政治大學與台北市政府公務局 公園入等管理處管理 有關公由文化資產之管理維護 依據105年7月27日公布之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八條第二項 第21條 即108年6月5日公布之 文化基本法第九條 需要管理機關編列運算辦理相關管理維護士 後續行登附為巨肉建築群本局 將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四十條規定 訂定保存機再保存計畫 透過影響分子分析 先了解甚至到流化 行存目前面臨的問題 以及未來可能面臨的各項問題 並提出相關解決對策主動進行預防措施 將未來可能發生的破壞性向到最低 據四登附範圍自立場評估 請委員翔參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 你辦一你請同意登陸文餐區 政治大學畫人新村圍居落建築群 一名稱政治大學畫人新村二種類 近代宿舍群 三聚落建築群範圍畫定及面積 文餐區政大亂四小半五十一 一號面積六零二二平方公尺 五十二地號面積二六二平方公尺 六十二地號部分該壁土地面積為 一三八六平方公尺 及一九一號四三四五平方公尺等四比土地 實際保存面積需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分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一 畫南新村為國立政治大學 於一九六零年代起陸續新建之教職員宿舍 許多知名政大教授曾居住於此的文匯稅 為政大代台副教之重要見證 保留欠財初期政大副教的教育文化意義 二 現存政治大學畫南新村聚落建築區分為嘉營兩區 住宅為兩層樓加強專造制雙屏建築 建物內部空間經典反映於一九六零年代的經建條件 建築設計特色包括枯架高樓百以避免淹水 具康正功能之樓梯堅強滅雨成十字交叉之分堅強 具有利害建築優良結構系統之特徵 具特色之紅磚器族式如圍牆平面之地質型轉折等 以當時可以利用之材料工房建築設計及施工品質皆具水準 三 建物為南北向對日照氣候有合理之反應 建築高度與巷道寬度比例適當 區內巷弄圍牆維樹的家戶關係及家宜區間柳設小空園 及五十二地號形成極部特色的零理景況 空間規劃良好且接向溫理保存完整 四 既有停車場為聚落必要構成空間 致使極為整體化南新存之部分 應納入聚落建築群土地範圍 五 符合聚落建築群登入廢址審查及輔助換法 第二條第一項 第一二三款登入基礎 二 本案提醒本審議或審議 並應審議決議辦理後續 主席 各位委員大家好 我是政治大學總部長代表政治大學 在這邊跟各位委員的報告 其實這個案子我想委員都非常熟悉了 所以他相關的這些背景我就再追溯 那下面跟各位報告一下 因為這邊其實我也知道今天道場 還有當初這個土地徵修的地區也在這邊 所以其實這個土地當初從徵修作為教育用地 後來在台風過後 大戰監為教職人宿舍 其實這個部分 這個土地 我們校方認為這是傳承跟發展的時刻 那這個是當初徵修的示意圖 那跟各位很簡單的報告 在這個接下來我們在之前的審議過後 政大做的事情有哪些 那其實在我們校方來講 包括剛剛前面的這個四位堂等等 校方也就校內的各種建物的歷史脈絡 然後我們都也開始建議 而且我們也指動提報 那接下來還有在我們學校裡面 其實這個跟各位報告是說 在我們學校裡面 在這個化南的這款領域上面 我們日後的發展大概滿大的部分 仍然還是在學人宿舍的需求 那所以這個是在我們學校 在教育部裡面可以看到 我們的國際漢學獎座 那在我們在目前我們的規劃上面 未來的十年可以看到 四十位重量級的漢學家 到中一大還有全世界各大學 大概一百五十位的博士生會來 這邊 會在這邊 所以在我們跨南 在我們這個校內的規劃裡面 是將配合我們的國際漢學館座 還有國際創新學院 他仍然還是會維持現在的這個宿舍的使用 那繼續去做國際學人的居住同時 而是呢 這邊仍然還是有這個複數的問題 這個是我們今年在這個語音實驗室 開始在講到這個國際漢學 提到非常多時代的問題 這是完全以我們政大有馬商這個領域發展為前進 那其實在政大其實在多年來 我們也有在USR上面 這個大學社會責任上面做努力 所以呢 在中一部的高校生根計畫的合併裡面 我們也有推動大學社會責任的實踐制度 那在以政大上方為前的規劃 自己將將是以畫南作為一個USR基地的一個黑牌 所以在這裡其實可以看到 因為其實在文化部 接下來2021年要推動文化入境的計畫 所以我們已經開始要進行查文化 查理鏡的這個規劃 所以包含的是露駕深坑石壁平溪 還有都市一邊的李山倡藝等等 其實我們在政大的評估裡面認為其實畫南 是在這個路徑上面是一個可以開始發展的一個端點 所以我們很樂意把這裡做為這個USR計畫的一個實踐基地 那我們其實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我們也跟地方文字團體也有多次的溝通 那在我們之前我把這個大概外面溝通的內容 大概有報導在這邊 其實大概目前我們跟這個團體裡面大概有達成的共識 包括韓化南的三個脈絡 歷史、記憶、既有文化、生態的合理果實保存 這個校方都是願意的 那大家社區也能夠了解 校方為了剛剛提到的一些教育的發展 有許多人的宿舍需求 那所以也願意在雙方共識之下追求共好雙贏 然後盛大的後面的這個計畫也都想後面的這些說明 那其實跟各委員報告 我們接下來其實我們要講到我們的 接下來後面的這個內容呢 其實主要跟各委報告的是 其實從校方來講 保存這些建築不會是我們的問題 我們的唯一的這個需求就是在學員宿舍 希望可以給我們可以有夠的學員宿舍 可以容納未來教育的發展 那而且我們也考慮到後面 假設我們的修善為服的經費 因為現在其實裡面的有些建物 其實是有些這個勞袖 而且有機構性的損害 我們也要考量到我們的這個整體經費 所以其實我們也跟這個文職團體 也在這個協議說 我們可不可以一起 可以請市府幫忙 我們跟中央來請求 可以多補出我們整件的費用 我們很樂意把這些相關的建物保存下來 好 請在下面 所以其實我們的這個這個建物的 這個在利用的構想請問下面 其實我們現在的希望的是說 我們希望是把全部的 創難與運的建物都可以保存下來 這是我們校方就做到的事情 那只是說 那再也希望的是說 委員可以同意在我們的這個基地裡面 給我們一個空間 讓我們可以吸納我們現在 包括學員宿舍 還有我們即將配合台北市政府的南環段 我們必須要拆遷我們1300床的學生宿舍 我們所以有一個臨時學生宿舍的一個需求 希望可以安置學生的使用 我們也樂意能夠有機綠色的運聚 那所以接下來跟各位報告的是 後來我們跟我們華南大學的老師有再討論過 我們可以怎麼樣的把這個這個畫難 做一個適當的再利用 那其實我們很麻煩到下一頁 我們下一頁 對不起 請一頁 其實我們是希望的是說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希望把原來的這邊前面的保留 林秀明路這邊 好 請請就我把這一個放到你們的完 好 讓你們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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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